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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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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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向关羽 让他为自己效力 不过一来 关羽表示 宁死不详 二来孙权的部下认为 狼子不可养 于是关羽最终的结局 就这样被决定了 关羽被杀 长子关平也没能幸免 一代萧雄就这样陨落 后人提起关羽 往往说他是 大义是荆州 因为走投无路被擒 那么历史真相真的是这样的吗 1996年11月份 在长沙走马楼出土了一份无检 无检上的内容表明 关羽之死并非仅仅是大义而已 众所周知 古时的荆州地界属于如今的湖南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古城 这里曾经出土过众多的文武史料 1996年时 在长沙五一广场附近有一片空地正在动工 这里被外商承包 正打算修建一座商杀 17号时 工人正在这里挖去水师 没想到 在淤泥中露出了一块古怪的木板 一看就非同寻常 考虑到这里 确实曾经出土过众多文物 于是他们立即上报有关组织 并且停止施工 当考古人员赶到以后 经过对这块木板的鉴定 认为这是三国时期无国的文物 这一发现震惊了在场的工作人员 经过挖掘一共出土了大大小小约14万件木片 这种木片叫做简毒 是古是一种用来记录文书档案的东西 这些五简在地下存放了将近2000年 这次的出土明显能看到木简上有些腐坏 并且出土没多久 五简上的文字因为氧化迅速模糊不清 考古人员联系相关部门 连夜将五简做了恢复性处理 没想到上面的文字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认知 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 这些五简上的文字记载的内容 是吴国荆州地区各郡县的户籍 司法赋税等情况 为什么说这些看起来跟关羽毫不相干的记载 成了关羽之死的关键佐证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五简上的其中一段文字 上中下品户数宝 其7户为上品 其119户下品 这句话概括的是当时吴国的百姓等级划分 根据记载 当时关羽占据荆州市 下品也就是最穷苦的底端百姓占据总人口的82% 当时的贫富差距极大 所以导致贫富之间有很深的矛盾 并且双方冲突严重 表面上看起来精水不犯河水 实际上的荆州城中已经是暗流涌动 五简中还有这么一句话 军固立东阳里增兵一万 简安24年 休判出走 意思是说 在关羽带兵征讨曹操的时候 曾经从这里征了一万兵马 这些兵马自然都是当地的百姓 身处乱世 百姓应兆 原本就是不情不愿 没有一个老百姓不想过安稳日子 关羽征兵以后 看似多了一万兵马 实际上这些百姓一来战斗力有限 二来民怨沸腾 已经引起了百姓的不满 这正是关羽败北的主要原因 在建安24年时 这些招募的士兵几乎全都叛逃了 而这正好能解释为什么关羽逃出卖城的时候 身边只剩了三百人 这对关羽来说是灭顶之灾 但是对孙权来说 民怨沸腾正是他最好的契机 五简记载 于是人与蒙相闻 与人缓 私相闻训 贤知家门无恙 见代过于平时 故于力师无斗心 当时吕蒙率军占据渡江以后 第一时间给了当地的百姓安抚 他不但没有对当地的百姓打开杀戒 反而以礼相待给他们抚恤 很多流离失所的百姓都被吕蒙安排了住处 甚至被保护了起来 关羽招募的那些人马 私下得知自己的家人无恙之后 瞬间丧失了斗志 平心而论 在他们的心中 要不是怕杀头 有几个人愿意抛弃弃子 去外面打仗呢 当然了 也不排除乱世中 有人想功成名就 但是大部分老百姓 还是只想过安稳日子 但是反观敌手是怎么做的呢 我跟他们拼命 我的家人却被他们保护了起来 那我还打什么打 赶紧投降 回去过幸福的小日子 不香吗 于是以弥方 富诗人为首的将士 大批盘逃 回到荆州 关羽走出麦城以后 还没行至孙权的埋伏地 仅剩的几百人又少了一半 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情况的出现 关羽失了民心 孙权却进掌民心 自古人们都说 得民心者得天下 很明显 孙权比关羽更明白这个道理 吕蒙到达荆州以后 很多人都不战而降 剩下的人也一击击溃 关羽手中仅剩的那点人 根本就不足为惧 从这点上来看 关羽是荆州 并非是大义 而是他的失败 是他的自大 与失去民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就是所谓的民心所向 可以说 关羽失去荆州 对刘备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一方面他失去一位大将 另一方面失去荆州 让他的地位产生了很严重的动摇 在这之后 刘备根本无法收拾 关羽留下来的烂摊子 这导致蜀汉加速了灭亡 成了他们覆灭的开端 根据后代出土的这些武检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荆州内部的问题早已显现 但是关羽却丝毫没放在眼中 他的治理能力远不及刘备的一半 当初刘备对付曹魏的时候 与百姓同仇敌开 但是关羽忽略的是 自己的情况与刘备的情况相差甚大 荆州地区的百姓早已不堪忍受 一旦打起仗来 关你谁赢谁负 跟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 假如敌方对待百姓更加体恤关怀 那就是脑子有问题 才非要效忠逼迫百姓征战的那一方 其实照这个石头发展下去 即使没有孙权 恐怕荆州内部也迟早会发生暴动 甚至后果更加不堪想象 荆州最终能不能安稳待在刘备的手中 根本不好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